但是佛教传到中国来 中国的气候跟印度不一样 三衣决定不能保暖 我们中国这个地区是在温带 四季分明 所以这个衣服三衣是决定不够的 冬天一定要免衣 一定要很厚的被子 所以到了中国来 这个三衣就变成一个纪念的意义了 像我们现在穿这个衣服 全是中国的服装 这个主要想的 现在出家人穿的服装 是明朝时候的服装 明朝一般老百姓穿的服装 是我们现在穿的 那么我们穿的海青 这个长袖子的这叫海青 这是汉朝时候的服装 汉朝时候杜书人 就是不劳力的 杜书人穿的礼服是海青大袖子的 这个短袖子的工作服 这个处理工作的 所以我们的佛装完全是中国佛装 那么佛的佛装呢 就是P1 这个五一七一八一 这是三一三一现在我们只有在宋经的时候 在这个举行典礼的时候 P在身上呢做一个纪念 而且这个一呢缩小了 主要晓得原来的衣 现在在泰国小城佛教 主就看到了 它衣很大 差不多比我们现在这个要大两倍 它真是裹在身上 我们现在中国呢是用个钩环的时候 套在P在身上 所以这个衣的缩小了 缩小三分之一了 那么日本佛教里面的衣呢就更小了 它们缩小啊 缩成那么一小块 平常不用的时候呢 放在口袋里 日本佛装穿西装的 他的衣装在口袋里 做佛饰的时候 拿出来套在玻璃 快加上小小的挂在玻璃 也是作为纪念了 那个现在就是 速度太小了 要知道 佛门这些原格 这个制度上的变化原格 我们都要懂得 他的精神 是叫我们真正能够放下 真正能够放下 那么其实 如果我们今天脱的饭菜很多 我这一餐吃不完 可不可以等到明天呢 不可以 佛的制度 你吃饱之后 多下来的 要供养出生 供养鸟兽 去喂鸟 喂它们 不可以留在明天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道理 古时候没有现代的冰箱 怕留的这个东西 会便吃 到明天去吃 容易生病 为了卫生 不许可 所以这个出家人 不吃各业的东西 这个是卫生 同时呢 不许可你懒惰 我今天多脱一点 明天不要出去了 脱一点懒了 这个不可以 脱步是一趟功课 天天要去的 所以有许许多多的用意 所以这个制度非常之好 那么现在这些 跟我们现前这个生活呢 完全不相同 现在我们吃的东西 剩下来啊 可以用冰箱来储存 明天还可以用 但是注意 必须要记住 我们学佛的人常讲 西佛啊 往往啊 这个西佛的意思 错毁了 东西坏了 收了 还要吃 这西佛啊 佛是西了 在年天生了一场大病 还要人家来伺候 来照料你 你的佛报马上就响光了 所以要记住 菜饭味道变了 味道只要有一变 立刻就削掉 这是绝对正确 佛弟子 懂得 卫生 讲求卫生 我们一生不生病 不需要麻烦别人照顾啊 也有病总得要麻烦人 这个事 真正除非不得已 所以在饮食上 要是得的病啊 真的不可以原谅啊 所以 医着饮食 要处处 小心 谨慎 这种败坏的东西 决定不能吃 这个不是西佛 不要把西佛这两个字 解错了意思 那么在家同修 这些饮食 剩下来的 油便的味道 也不应该吃 一定要维护自己的健康 一家人的健康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弟子 所以佛绝对给我们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佛法教学是叫我们利苦得乐 不是叫我们利乐去吃苦啊 这种佛教没有人要接受啊 佛法一定叫我们利苦得乐 所以要体会到如来教导的真实义 这个很重要 与大集会 何掌理中 这是恭敬 有人锤立同语赞叹 这是忍辱 有人打你 骂你 你要能够忍耐 听到耳里啊 就像人家称赞一样 绝对没有一捏 诚惠之心 修行 这个地方看功夫啊 你的功夫得不得力啊 就在这些境界里面观察 在这些境界里面考验 必失身心 二居均水 深入骨血 与众生共 佛在本行经里面 跟我们说 那说释迦牟尼佛 过去是 在菩萨道修行的过程当中 难是能是 头目脑髓 都可以 均水 何况身外之物呢 大方光佛华言经里面 讲不失 将近一百种 亦有不失 内财啊 内财就是 头目脑髓 血肉都可以 不失 那是行菩萨道 大菩萨 所为 我们是凡夫 没有他的定力 没有他的 功夫 我们虽然做不到 心相忘之